Hey, do you guys need a mask? No, we don't, why? Because there's this thing called coronavirus Really? It's a bullshit lie Do you want a mask? It's all fake, dude, come on I like freedom dog I like fresh air 大家好,他也能觉得 哎呀,这美国人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美国感染人数都已经超过 380多万,这奔400万去了 依然没有人买账 还是坚持不戴口罩 即使川普在公开场合上都戴上口罩了 依然有人不相信 那么这种置于权威的思想呢 可以说在美国是遍地开发 咱们先不讨论,在你眼中啊 他们有多愚蠢 有人觉得说,哎,跟他们费什么话 在我们中国一纸命令都他妈给我戴上 你就是要讨论这个口罩要不要戴 也得先把口罩给我戴起来再讨论 那么说到这里啊 我就想到我上一个影片当中 我置顶了一个台湾网友的留言 他大概说呢 他是一个在台湾出生的80后 他小的时候呢,他的课文里面啊 有这么一个说蒋公蒋介石伟人的这么一篇文章 说他蹲在河边看掉一条鱼 他就要立志成为伟人了 但是呢,他就不买账 而且啊,他还跟老师说了一些叛逆的言论 对伟人不敬的一个言论 结果呢,就被老师给发操了 后来呢,有好几位台湾网友发邮件给我 建议说,我把这个置顶留言撤下来 说我是大陆人 我可能不太了解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民进党编造的一个谎言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谎言呢 我先不评论 据我了解呢 就是台湾呢,会有这种两种思维的争论 就是说,国民党呢,你都是卖卖台通共 支持国民党呢 也骂这个民进党 说他们这个制造威权 两边是互相贴标签,互相伤害 其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两种观点的对撞 那么在刚才美国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它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 因为无论任何的观点 任何的意见,对立都是正常的 你是否相信上帝 你死了以后到底会去哪儿 它都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对立的声音 是否要戴口罩 甚至都会陷入一种即将要战斗的那种状态 大家随时可能都要干起来 那么在绝大多数的这个中国人眼里觉得 管它有用没用呢 专家领导都说了有用 那肯定戴上没坏处嘛,对不对 那些死也不戴口罩的人 那肯定是脑子有病,无法理解 那么对于无法理解的事情啊 往往呢我们的大脑啊就自然而然的把它归类成神经病 或者呢还有一种简单的归类方法就是 它收钱了 就比如说国民党说民进党1450 那反过来民进党说这个国民党 肯定是收了中共的钱 被中共收买了 那么其实啊 一个长期拥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呢 它就是如此 不管任何议题它都会有不同的声音 我说服不了你 但是你也别管我 你想说服我 你干涉我 即使不是强迫的那种啊 都会招人反感 去看影片当中让大家无法理解 就说什么情况啊 让你戴个口罩而已吗 你干嘛好好的你就发飙了吗 对不为你好吗 是不是 那我就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那我身边呢有个朋友 他自家的那个房子呢 他把一个闲置的房间啊 租给了一个白人妇女 他那也是一个很热心的人 他自己烧完晚饭了以后啊 他跑过去敲敲他这个室友的这个房间 他就友善的告诉他说 哎你可以去烧饭了 结果没想到这个合租的白人妇女 当时就翻脸了 可不可以请你不要甘有的生活好不好 那这位朋友呢 他一脸懵逼莫名其妙 平时挺好的一个人 他为什么这样呢 我好心让你去烧饭 你为什么还会被罢呢 那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当时咋跟他说的 这位朋友呢 他用他这个忠实思维的英文 他认为友善的方式说 你可以去烧饭了 但是呢 在这位白人的妇女理解当中啊 这位房东呢敲敲我的门 然后用命令的口吻告诉我 我可以去烧饭了 You can cook now 我租你的房子 你还管我什么时候烧饭 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其实我觉得你们的误会 就在于如果厨房是处于 闲置的状态 你说 just for let you know the kitchen is free 对吧 那肯定就不会产生 这个刚才前面那个误会了 那么这个例子呢 就说明啊 在这些习惯了自由的西方人眼中 他们从小在这个自由的观念当中啊 干涉他人有可能就是 你最能惹毛别人的一种方法 那么我们再举个例子啊 中国人之间啊 同事朋友亲戚见面了说 哎呀看你这个脸色今天不太好啊 是不是应该少吃点肉 多吃点蔬菜啊 这在我们国人眼中啊 这是一种关心的状态 但是啊 可能在这个西方人眼中啊 告诉他你应该多吃蔬菜 这是一种很粗鲁的冒犯 哎 我他妈要你告诉我 我需要怎么生活啊 他们会这样想 在他们眼中呢 就是你要吃什么 我不会干涉你 你他妈吃食我都不管 所以啊 在美国啊 有信上帝的 有信无神论的 还有信什么山达基教的 这个教那个教 还有信共产党的 还有信3K党的 还有什么信极端环保主义的 放弃一切现代化的生活 回归大自然的 还有人觉得这个钓鱼 就是在虐待小动物的 他们这么多 这种思想不同的人啊 基本上可以共生 就不管我觉得你有多荒唐 但是只要你不来干涉我 我也懒得理你 你像刚刚才民主了 几十年的这个台湾 还有到现在还没有民主的 这个中国大陆 对大多数人来讲 是无法理解的 就是回到刚才那个 给我发邮件的网友的话题 他们觉得说 他说的是假话 是撒谎 是民进党编造一种谎言 他发邮件告诉我 是觉得我是对你好 我有善的提醒你 你不应该置顶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谢谢这位网友 不过呢 在我看来呢 我为什么最后 没有取笑置顶呢 为什么呢 我来解释一下 就是尽管这位网友 发邮件告诉我 说80后的人 哪怕算他是80年的 他上小学 至少是87年了 87年差不多 已经解除戒严了 怎么还会有 他说发生那个事情呢 我倒是觉得 如果这个人是撒谎的话 干脆就撒谎 撒全套 直接说他是70后 不就好了吗 那么对于那些反对的人呢 对于蒋介石 或者蒋经国 他是否伟大 或者是否冒犯了伟人呢 这一点呢 我也不做评论 他愿意去崇拜某些伟人呢 这一点我也不反对 但是呢 你为了你的崇拜 去剥夺对方的话语权 我是反对的 那么其实 这位置顶留言的这个网友啊 他想表达在我看来 就是一个叛逆 质疑的一种批判性的思维 那么这种思维 有可能是对的 也有可能是错的 但是无论对错 他都是无比珍贵的 我们都需要保护他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也就是说 即使我们为了保护他 我们要承受 他可能是不好的这个代价 很多人听到这可能不理解了啊 某些思想 某些宗教 听起来看起来就很傻呀 为什么我们还要允许 他的言论存在呢 为什么我们还要保护他呢 按照中国人的思维 我们最好就是用权威 让他们闭嘴 难道这不是应该的吗 为什么信仰自由的这个西方 要极力的保护这一群人 还要给予他们充分的 自由言论的权利 特别是对于这个 不相信戴口罩的 更是无法理解 那么我就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问题 那么假设啊 在五百年前 我告诉你 我正在研究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呢 可能会自然的发光 那么我也相信 我告诉你啊 我也相信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 我也相信我造一艘铁船 放在大海里是不会沉的 在五百年前 我估计我都会被笑死了 还有可能我会被政治 或者宗教迫害 同样在中国古代 我相信啊 这种天马行空 与这种思想的人太多了 但是呢 在唯一仅有的一种 儒家思想的约束之下 有这种奇思妙想的人 你基本上 很快就会被口水淹死 被当作异类 搞不好还要被禁猪笼 那么今天 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 是一个多样化的 有很多种奇奇怪怪的思想 那么这个社会 才会有创新 你不梦想要去当总统 就是立志要去研究一个 蝌蚪的尾巴 也没有人会把你当成神经病 还有人呢 专门去研究精神病人 对不对 创造了一个精神学科 那么还有很多人呢 提出了更多质疑去推翻 先人的一些伟大的理论 你比如说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 他就推翻了 牛顿的万有引力 过了一百多年以后 我们才用科学 观测到的引力波 才证明了爱因斯坦是对的 但如果我们用 我们现有的这个权威 把任何反对权威的东西 把你打成邪教 那么人类就不会有 今天的成就 你家有多中国人 普遍觉得 哎呀 数理化以外的东西啊 都是无用的啊 服从权威 尽量不要去质疑 那么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你啊 除了窃取别人的技术 没有人就是 真正的能够去开创 自己一个新的学科 和任何创新了 同样是东亚文化的 这个日本 他们这个社会 存在一种什么等级制度 他也会限制创新 那导致日本在这个应用 和精益求精方面 他领先于全世界 但是他在创新方面呢 依然是略逊西方一筹 反过来我们看呢 有人说诟病这个 黑人创造力不行 那你看 唯独在美国 在这个自由的氛围之下 黑人开创了 黑人的流行的音乐文化 那么反观 全世界其他范围的黑人 没有 这朵花只开在了美国 为什么呢 那么我们中国人啊 普遍没有这种 质疑权威的精神 社会呢 对这些思想另类的人呢 也缺乏保护 那么在我理解呢 我会把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啊 看作是一个 社会的一种基因突变 那么这种突变呢 刚才说了 它有可能是好的 也有可能是坏的 那么批判性思维呢 就好像这个生物演化的过程 那比如说啊 我培养了几千万个细菌 那么在这个抗生素的作用下面 可能只有一只 或者几只活了下来 那么这几只呢 就可能繁殖出一群 具有抗药性的细菌 那么这一只 活下来的 有抗药的细菌呢 可能是这几千万个细菌当中 少数的 有几千种不同方向 基因突变的个体的其中一个 它并不是预知说 我主动的要朝这个 抗药性去突变的 结果看上去是主动的 但是过程呢 其实是被动的 我们插个话题 你比如说老高 最近的一个节目 是讨论这个进化 认为说这个大肠杆菌 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啊 它的尾巴 每分钟两万转 能量转后的百分之百 是被设计出来的 某些超级细菌 它竟然能够抵抗 所有的抗生素 感觉它也是像被设计出来的 其实呢 我们从结果来看 它的进化呢 是主动的 但其实啊 从过程来看 它是被动的 因为有几千种 不同方向的这个突变 恰好有这么一只 或者一种 可以抵抗 你正在用的这种抗生素 所以啊 生物的多样性呢 是非常必要的 保护了这一只 有抗药性的这个细菌 那么才让整个物种 不会被灭绝 这才是细菌强大的原因 如果我们消灭了 这个生物基因突变的机会 那么注定了 它就一定会永久性的 驻足不前 那么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 那这个物种 就只有灭绝了 对吧 换句话说 可能也消灭了 某些低级的生物 演化成人类 这种高智慧生物的机会 所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保护有批判性思维 有天马行空思想的 任何一个人 你都不能确定 它是不是 有可能会变成 下一个爱因斯坦 可能说的有点复杂 还有人不理解 我再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啊 我们可能在新闻里面 那种很多奇人 几个人里面 他有一种人 比如说 有全身长满了毛的这种人 就是你可以说 它是反主现象也好 你也可以说 它是基因突变也好 那么假设 我们现在这个人俩 没有现代文明 我们依然是不穿衣服的 环境突然发生变化了 我们进入 又进入冰河世纪了 可能造成的结果 就是我们都被冻死了 只有他和他的一家子 活下来了 几十万年以后 整个地球上 都是有毛的人 都是他的后代 还有一种人 好像是感染了一种病毒 是一种皮肤病 他全身的皮肤 会像树皮一样 很坚硬 假设地球的环境 又发生变化了 太阳或者某些 恒星靠近我们 产生一种 我们人类 抵抗不了的 伽马射线 我们都死掉了 只有他 像树皮一样的皮肤 能够有效的 抵抗这种伽马射线 结果他就活下来了 结果十几万年以后 地球上所有的人类 都是像他这种 全身长满了 树皮一样的人 对吧 当这个外星生物 来研究我们人类的时候 发现哇塞 制造人类的 这个上帝好厉害啊 给他精心设计了一套 可以抵抗住 干马射线的树皮 那其实呢 我们几亿个人里面 才可能会有 一个得这种病的人 所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保护有批判性思维 有天马行空思想的 任何一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